旗艦社区即照顾关怀据点示范长者各项活动成果持续推广到全市 因为基隆市已经是高龄社会 每六位市民就有一位65岁以上长者 因此在基隆市长林佑昌指示下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积极为长者们打造15分钟城市 希望在步行15分钟距离内就能够满足长者们的社会参与功能 大概明年的话就有20%的人口基隆市的市民是65岁以上的长者 换句话说每一个基隆市市民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辈 所以说基隆市政府包括社会处理都非常非常用心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整个一个社区的一个照顾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基隆市目前为止有87个关怀据点 平均每两个里就至少有一个关怀据点 我们的长辈走路只要大概在四五分钟内就可以取得一个据点 在里面可以共餐可以交朋友 然后可以有人关怀 然后可以从事各式各样的健康附近的一个课程 我想这个是让我们的长辈开心 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安心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目前全市已经有87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平均每两个里就有一处据点 也设置巷弄长照站 拉长社区整体照顾模式轴线 让长辈白天也可以到各据点参与活动 同时导入预防及延缓失能 电话问安 关怀仿式 餐饭服务及健康促进和社会参与五大服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